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有一根无限长的圆柱导体 半径为R 有均匀的电流I通过它的界面 如下图所示 这是一个圆柱导体 半径是R 它这个界面上面有均匀的电流I 现在我们要求导体内部跟导体外部 任意一个位置R 我们用P点来表示 这一点的磁场是什么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比如说它要求 这是什么问题 有电流的分布 要求磁场 对不对 那我们学过什么 我们学过Build Savalo 就一条细导线上面 有电流的话 那么这个周围的电场是什么 Build Savalo 可是这个不是细导线 这是很粗的一根导线 半径是R 所以 不能用那个 你要用那个的话很麻烦 因为你要在这个导线 要取一个导线的一个基数 这个基数就是一个细细的一个圆柱体 然后你要积分 要这个周围要积分 很难积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 因为这个电流的分布 是具有对称性 这是什么对称性呢 它是一个圆柱状的对称 圆柱对称就是说 以轴 这个轴 为对称轴 同一个半径的地方 电流密度 都一样大 它是均匀的 当然都一样大 所以有均匀分布的一个电流密度 我们可以用安培定律来求磁场 这是第二个方法 安培定律 好 我们现在要用这个 那你就看看这个左边这是什么 左边这个就是说 我在空间任意做一个封闭的路径 这个磁场 圆着这个路径 做环场机 Closed Path Integral 它的值要等于 Muling这个常数 呈上I and Close I and Close就是说 我这个封闭路径内部的 穿过这个封闭路径 所形成的这个面 凡是穿过这个面的电厂都算 这个静值 电荷的静值 电厂的静值 有往上流的 也有往下流的 可以加加减减 那现在我们做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封闭路径 这个封闭路径 你也是要做的 有用才能够积分 随便做的话 都没有用 比如说我也可以随便画一个面 那么这个面上的 这个磁场的黄产机 还是等于这个 没有错 可是因为你任意画一个封闭路径 这个不能够积出来 现在我们做一个半径为R的 一个跟这个同轴的 跟这个以轴为圆形的 这样的一个封闭路径 取一个半径为R的圆形封闭路径 圆形在圆柱上面 圆柱轴上面 说这样有什么好处啊 我们现在看R大于大R的部分 这个比较大 OK 你站在这个路径上面的任何一点 我叫你往里头看 你看到什么 你说我看到一个无限长的导体 里头有电流 均匀的分布在导体的界面上面 因为每一个点 所看到的电流分布都一样 所以这些面上任何一点的磁场 都是常数 对不对 磁场都是常数 就说B呢 是一个常数 B是常数 好 那么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呢 我们可以用右手螺旋顶 在我们上次的例子里面讲过 电流是这个方向的话 它电力线就是这样的弯曲的方向 小拇指弯曲的方向 我们一项习惯用法就是把大拇指当作是Z轴 那这个方向呢 在圆柱坐标就是Fi Fi坐标 OK 好 B是常数 然后在这里我们取DL 取这个路径的基数 路径上的基数一定跟路径要平行 平行的话你可以 比如说这一点 你可以这样平行 也可以这样子平行 那我们取DL跟B场平行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带到这个 式子的左端 B呢 跟DL平行 对不对 就变成BDL B是常数 可以拿出来 DL的积分 其整个环场机就是2πR 这是左边 右边是这个 Ion Close是什么呢 就是从这个面里头钻过的电流 那全部的电流都从这里钻过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 跟这个相等 就得到B 这个是B乘2πR等于μ0I B就等于这个 所以B场呢 就是这个 这是R大于大R的时候 你看这个值跟什么一样 这个跟无线长的细导线 上面有电流的时候 距离它R远的地方 所产生的磁场一样 上次我们用Build Saber Law 求出来 对不对 所以也有这个 结果是一样 因此我们就可以 以后可以把这个当做是一个 不止这一个例子 因为以后还有例子 也可以证明 有这种现象存在 所以 从 就是说 无线长圆柱导体 所带的电流 具有圆柱状对称性分布的时候 在圆柱外面任意一点的电厂 可视为所有的电流 集中于轴上的时候 所产生的电厂 这个 你回去 好好地把它 想通 那么R小于大R呢 就是画这么一个圆 半径R小于大R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得 左端是这个 跟前面的道理一样 那右端呢 右端 你看 I and close 穿过这里的 并不是所有的电流 就一部分电流 那么这个电流呢 我们可以写成 J.DA 对不对 好 那么 里头的J是什么呢 J 就是电荷密度 因为电荷密度 它是均匀的电流 电荷密度是一样 那就是全部的I 被Pi 大R平方来除 带出 带出 那DA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DA就是这个围层的面积 这个面积里头取的一个DA 方向也是 如果这个用Z表示的话 它的方向也是Z轴 于是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去 那Mulian I and close 就是等于这个字 你看 Mulian拿出来 这个平行嘛 然后把J拿出来 就是这个常数嘛 DA DA就是Pi 小R平方 这个积分嘛 就是等于这个 所以 B厂呢 我们 左边等于右边 那就是B乘R平R 要等于这个 就是B乘就等于这个字 那最后的结论就是 这个 这样的电流分布 在R 小于大R的地方 磁场是这个 大R 小R大于大R 我们刚刚已经做过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看 螺线管的磁场 螺线管 长螺线管 像这样的一个圆柱体 它只是一个轮廓而已 里头不一定要有东西 好 那么 如果我们在它的外面 绕了一圈又一扎 一扎又一扎的这个 电线 于是形成什么呢 就形成一个 螺线管 里头是空的 那只有这个电线 而且这个电线呢 其实它是 离得很近的 我这个画的比较稀疏一点 这叫做螺线管 什么叫长螺线管呢 就是说 这个长度L 远大于这个界面的半径 或者界面的直径的时候 L远大于这个直径的时候 就叫做长螺线管 那么它一共绕了N扎的电线 每一扎的电线 这电线上面的电流都是I 这是界面级A 这个叫做长螺线 这个叫螺线管 L远大于这个直径的话 叫长螺线管 螺线管叫Solenoid 我们现在要问 这样的一个电流分布 在空间产生的磁场是什么 要做这个 要做这个问题 我们就想 你能不能用Build Savalot求磁场呢 Build Savalot就是要积分的 把这一扎一扎顺着这个方向积分 那还得了 那怎么积啊 所以那个不好积 如果要用安培定律的话呢 安培定律的话 那你要做一个封闭的路径 对不对 那这个封闭路径也不好做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看 像这样的一个螺线管 它的磁力线是怎么样子的 磁力线 OK 磁力线 假定这是 它的电流 是这样子流 你用这个安培定律 它磁力线是这样的方向 从任何一圈 它从这里进去 对不对 也有这样子出来的 也有从这里出来的 OK 我这个画得好像 不清楚啊 看不清楚 这应该就是从这边进去 这边出来 这边进去 这边出来 这边进去 这有点画得不太对了 像这样子的 那这里我们就看 看着一个状况就是 它磁力线啊 一定全部都经过这个 螺线管的里头 你看这里全部都通过它 然后呢 就是你外面有多少渣 里头就应该有多少渣 因为它是 磁力线是封闭的嘛 对不对 封闭的 好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地方跟这个 这个地方 这外面不用说了 你这个磁力线相距远 整个地方的磁场就小 这个距离比较近 磁场就大 到这个里头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的磁场 都不是均匀的 都不是均匀的 但是我们把眼镜 看到这个地方来 中间靠中间这里 你看这个磁力线啊 我这画得不好 看起来好像都是 等距离的平行线 所以我们就 就是说 在靠中间这一点点的地方啊 中间这一部分的地方 磁力线我们可以 磁场可以当作是一个 均匀的磁场 均匀的磁场 我这里我都用话讲过了 这种磁场可以用 就是因为当中是一个 均匀的磁场 均匀的磁场的话呢 因为它是在这个里头啊 我们就可以当作是一个 圆柱体里面的磁场 是均匀啊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用 安培定律 因为这里是一个 比较均匀一点 就好像我们 它的磁场是均匀 磁场均匀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呢 就可以想办法 用安培定律来解决 那我们现在重新画一个 这是螺线管 打点的地方就是 电线从这里流出来 从这里流进去 这里流出来 从这里流进去等等 靠当中一部分 我不是故意把它放大 其实这个距离很短 就是螺线管如果这么长的话 它是当中一点点 我在这里做一个 做一个封闭路径 ABCD 那现在呢 我们看这个就是 磁场 圆着这个封闭路径的 环场机是什么 我计算这个 可以 计算这个 好 那么 这一段路径 这一个封闭路径 我们可以分段来看 这个地方的磁场 AB边 我妈妈呼呼把它当作定值 因为刚刚我们说 它是一个等距离的 对不对 好 不但是定值 然后在积分的时候呢 我们就取DL 也是圆这个方向 平行的方向 好 CD边呢 我们说磁场啊 跟里头比起来 可以算是零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磁场 这个地方的磁力线 外面的磁力线 两条距离很长 这个地方都挤在一起 对不对 不是说这里没有磁场 这个磁场 跟这个比啊 小得太多太多 所以当作是零了 跟这个地方的磁场比 就是零了 然后还有呢 BC边跟DA边 BC边里面 它又分成在管外 这是管内 管外的话呢 就跟这个一样 B上等于零 管内的话呢 因为这还是在这一段距离里头了 所以它的磁场还是远这个方向 不过磁场远这个方向 可是它的积分路径是这个方向 互相垂直 这里也是一样 这是零 这个磁场朝这一边 积分路径朝这里 所以是零 因此我们就把这个积分 分成三段路 四段路径的积分 四段路径积分里面 只有这一段存在 这个积分都是零了 只有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因为它变成平行 所以变成B乘DL 那B呢 是常数拿出来 就变成Delta L 那么 μ零 in-closed in-closed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一段的 这个封闭路径 围城的面里面 有多少电流穿过 因为它N就是每单位面积 N就是总共有N扎 它总共的长度是L 所以单位长度就是N over L扎 然后乘上Delta L 单位长度的扎数是这么多 你现在有这么长 对不对 那每一扎是I嘛 所以 这个字就是这个 然后 左端等于右端 左端等于右端 左端就是这个 B Delta L 等于右端 那Delta L跟Delta L约掉了 那就是B等于 μ零 N over L 乘上I 那我们现在把 N over L 当作是 总扎数 被总长度来除 就是单位长度有多少扎的电线 用小N来代表 因此B呢 就得 μ零 N I 那么 要注意啊 这个结果很重要 要记起来 以后常常用到 但是它 就是严格说起来 它只能用在长螺线管当中的部分 如果你是螺线管很长的话呢 当中的部分可以用 很短就不能用 但是以后啊 我们几乎啊 不得已啊 就把 这是一个轮廓 这个环状是一个轮廓 那我们在这个轮廓里面 绕了一扎又一扎的电线 那么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螺线环 里头是空的啊 只有这个电线的电流叫螺线环 叫Proyd 我们现在要问 当这里有电流的时候 那这三个区域 这个第一个区域 这是第二个区域 还有外面是第三个区域 这三个区域的 区域的磁场是什么 我们现在呢 也马马虎虎的用 安培定律来做 因为这个 Bio的Savalo没办法解 我们用这个安培定律来看看 我们首先就研究一下 这个螺线环的电流是这样 这里流出来 这里流进去 再从这里流出来 从这里流进去 好像是这个样 我们把它这个破面来看 那么我们发现呢 这个时候它的磁力线啊 磁力线啊 你单独看一个 单独看一个 看这一圈 我们用右手定折 电流是这样 磁场是这样子 所以它的磁力线啊 这是这样子的 这边是这样子的 OK 当中是这样子的 这个也是一样啊 那这个 靠这一边呢 是这样子的 靠这一边呢 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很密集的话呢 我们就发现了 它这个 这里头的磁场 把它磁力线画出来 可以当做是这样子的 一个环转 这里也是一样 也可以当做一个环转 因为它是这样出来的 所以这个磁场是这个方向 这个呢 是这样子的 所以磁场也是这个方向 当中的磁场是这个方向 OK 好 我们现在看路径一跟路径三 一跟三 你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 里头 有没有电流啊 没有电流 这个路径呢 所穿的面 有没有电流通过啊 有 出来的跟进去的相等 所以电流的净值 还是零 所以这个是零 因此呢 我们就说 你这个外面 不管你是怎么样 但是因为这个是零啊 所以这个B场 我们就当就是零了 这个外面 跟里头的磁场呢 就是零了 我们外面 比如说 你画出来 它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的 不是 这个磁场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这个也是这样子的 但是因为 宽散机是那样子啊 里头没有电流啊 所以是零 路径二呢 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就 就看 它的磁场是朝这个方向 朝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那么 因为它所面对的这个 电流都一模一样 你看都是 几乎都 都对称 所以这个地方的磁场呢 可以当作是一个定值 同样一个半径的地方 这个磁场应该是一个定值 那么我们再取DL跟B场平行 B场这个方向 DL也取这个方向 于是这个积分就变成这样子 积分等于B乘二倍R R就是这个半径 这个半径我们算是R 这个是R 然后它的电流呢 电流就是 这个电流 这个在外面没有 这个电流穿过这个面 它总共是I 电流大小是I 总共有N渣 就是说它总共有N渣的话呢 那就是Mu0Ni 好 于是 左边等于右边 就得这个字 B等于Mu0N over 2倍R乘I 那N被2倍R这个路径常来除 那这个我们可以妈妈呼呼当作是 这个螺线环的平均半径 那这个就是单位长度有多少渣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这个形状 就是说这个形状跟我们前面螺线环的 这个磁场的形状一样 对不对 比较好记 但是以后我们要用的时候 通常都是用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说 这个当中的磁场 因为横界面上的位置 跟R有关 靠近这里的是R比较小 靠近外面一点的是R比较大 所以磁场不一样大 以后我们要用的磁场 几乎都是用这个样子的 这要记起来 所以螺线环的磁场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是管内 管内是这样子的 管外我们就慢慢呼呼当作是零 那么这个是螺线环的磁场 这个结果要记起来 以后我们讲的持感应持能的时候 用的很多